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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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還在 昨天沒辦法 我的人 我要自己 我也沒辦法自己 那隻很輕 又很急 你們是不是來這邊幹嘛 來這邊 飄飄的 今天18日 大概下午一點的時候 我們接獲民眾報案 有玩飄飄河的民眾 有發生這個溺水的事件 那他的地點 在我們那個鳳林鎮中心橋的下游 大約500公尺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第二大隊 我們接獲報案之後 我們立即出動 我們鳳林、壽峰、萬榮 大約6車12人左右 他到達現場進行救護 那現場的話發現那個患者 他是卡在這個消波塊之中 卡在消波塊之中 那我們鳳林分隊的人員 利用那個徒步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接觸 那最後患者歐卡 那我們送翁九腰 立即施施 AED 以及CPR 以及LUCAS 那患者我們送這個鳳林樓林醫院 現在我們以針對本案進行調查 將針對相關的一個戶外體驗公司 還有相關人員做調查 如果發現不法 我們將會依照過失致死去移送法辦 據我們了解昨天出事的這個業者 他在縣府這邊有辦理這個工商登記 營業項目裡面也有這個獨木桌 還有這個飄飄盒的這個項目 在經營的項目上算是符合規定 但是他的公共意外責任保險部分 是不是還沒有做好這個保險 因為據我們巡查人員查報的結果 他是還沒有回傳我們這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這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他沒有去投保 第二個就是保險預期 預期這個部分 要不要傳這個活動 算是比較新的活動 目前華林縣政府對非動力伏計的部分 通案性的規定 目前是還沒有做一個規範 那伏計的這個成長 還有未來的發展 我們對這個伏計就是未動力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通案性的規範